一名中国男子在俄罗斯驾驶越野车过后后失联,31日,中国驻俄罗斯伊尔库茨克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在对澎湃新闻 www.thepaper.cn的邮件回复周称,根据俄罗斯外交部驻治党外交代表处向我管通报,2018年8月23月18点左右,四名中国公民乘车穿越俄后被加尔边疆去顾安达,何时发生意外,造成一人落水失踪,其他三人一切正常。 该工作人员表示,获悉情况后,我管立即与俄外交代表处,当地政府和救援部门联系,遵促权力尽快寻找失踪中国公民,并向国内汇报了相关情况,考虑到中国公民个人隐私,不便透露失踪者姓名,另外三人身体健康,自行安排行程。 总领馆还提醒着,事发的人也稀少,河流吞急,情况复杂,不确定性很大。 8月29日,浙江新闻客户端报道着,8月28日晚,总部位于杭州的中国公养队发布救援急报称, 中国籍男子乌鱼在俄罗斯远东甲车过河失联,应加速请求,中国公养队三晚出发,赴俄罗斯曾遇救援。 上述报道着,作为行者吴玉亚洲大陆穿越是旅的发起人,吴玉曾担任驾驶一辆中国牌照汽车, 两次横穿亚欧大陆,三次深入西伯利亚和远东无人区,探索过世界上最长的公路,俄罗斯远东, 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并成功穿越右白骨之路之称的M56号地域公路。 他在越野界被称,为,是一辆的男人,从长适渡河的车辆失控。 仅20秒俄罗斯国际温转电线社4000报道,一辆丰田越野车Land Cruiser Proto, 在横渡俄罗斯卡拉尔斯克去的库安达河时沉默,车上共有四位中国公民, 其中三人顺利逃出车厢,获救后已被临时安置,在七公里来的库安达村。 另有一人下落不明,俄罗斯外贝加尔边江区民房和消防安全行动保障中心, 随后判出五人救援队,前往18地搜索失联者。 8月30日,澎泰新门致电卡拉尔斯克区政府, 对方直白人员趁搜救仍在继续,尚未找到任何遗体。 令吉塔斯社报道,是故事,四人开车淌水过河, 补料车沉入了水中,有消息人试称, 他们长时间被困在水位长高的库安达河边, 在看到一辆卡拉斯卡车顺利过河后,四人决定涉水出发, 岸上的目击者拍下了意外发生的全过程, 从长湿度和到车辆失控为水流冲走, 不过短短的20秒,危险来得如此之快, 没给车内的人留下任何反应时间, 一位俄罗斯网友在视频下留言, 说就算有卡马斯,他也不敢过那条河, 也有人说,至少得有卡马斯的重量, 车材不至于在误入深水区后立即失控, 无约逆水失联的消息在热影圈, 引起了极大关注, 许多同行在他最近更新的微博下流言起伏, 一位姓黄的汽车博主告诉澎湃新闻, 他之前与吴玉在微博上沟通过, 嗯, 玉, 都有回复, 而现在, 吴玉的朋友圈和微博更新, 停在了8月21日, 失联前的最后一条微博, 他写的正是被困苦安达河的状况, 最近雨季, 水位在原来基础上上涨了1.5米, 连当地的乌拉尔大踏车都不能通过, 等待了两天水位丝毫未降, 进退了难, 能不能过河, 怎么过河, 目前, 一切皆未可知, 穿越电板, 没人小轻易放弃, 差不多同一时间, 以此之与吴玉共同, 他上探险之旅, 同班也发了条微博, 趁他们已经决定在第二天通过这条河, 他和吴都解释了必须淌水过河的原因, 乔肯定没办法走了, 这位因此同伴在微博上趁, 21日晚上11点, 他们一行人驻扎在附近的库安达村, 村里没有能住的地方, 只能扎照横露营, 当时大家最期待的状况就是, 降雨停止, 在水位下降后, 在川河而过, 9天前, 吴玉正式踏上了穿越被爱公路的探险之旅, 行至库安达河时, 穿越已经走了将近一半的路程, 没人小轻易放弃, 该一次同班在微博上说, 2018年是吴玉越野自驾的第七年, 今年他选择了路途险恶, 极少有人能乘穿越的被爱公路, 在正式进入穿越路的前, 吴玉13日在微博中称, 从布拉茨克到乌苏纪护特, 到390公里, 良好的路况加上美不胜收的风光, 让他被感享受, 但一处乌苏纪护特, 艰难便露出端倪, 依四位车上的另一位同伴, 在微博记录着, 一路上已经很难找到铺装的柏油路, 取而代之的是几条小河和小河旁的小泥坑, 而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想要挑战穿越这条公路, 除了要克服西伯利亚茂密的丛林, 崎岖不堪的道路, 各种河流湖泊外, 还需要通过一路上记载又长了大桥, 8月20日, 他们抵达在坦线穿越界, 被称为传奇大桥的Vitum, 大桥旋长570米, 桥面均和水面18米高, 共有9个桥墩, 每个桥墩间距超过50米, 5月份被大水冲走一个桥墩后, 最长桥墩间跨度超过100米, 桥上的木板年久失修, 车开上去会有晃动感, 570米的距离, 他们整整用了三个小时才通过, 挑战成功后, 无欲发出一声怒吼, 同伴庆祝时仍在瑟瑟发抖, 当时的他们还不知道, 身后的库安达河水上涨了1.5米, 2.5米,